三個公司的案子總共有五百多案 我們今天都會把這個宣讀完畢喔 來請開始 現在主席只是宣讀完畢而已 請諮詢 我是請問你啦是不是只是宣讀完畢而已啦 主席我們是不是請張部長 請張部長 張部長 部長 想必你早上有看過我們民進黨團 本來要求要變更議程 因為覺得 要在一天裡面 省掉這三家公司的預算 其實是 時間太短 然後覺得不夠慎重 部長是不是啊 從以前來歷來 經濟委員會就有個不成文的規定 你說他是漏歸也好 他常常 就經濟部所屬的國運事業都是 隔一年的第一會期才在省 你知道嗎 我不知道 那你知道 102年度的國運預算都還沒過吧 對 這個我知道 那 你知道他什麼時候開始省了嗎 他就是今年的上會期才開始省了 那 那 我不曉得說 今天是你拜託趙偉呢 還是 中油董事長 拜託趙偉呢 說 一定要今天 就處理 就要審議完 那 以這麼大的一個規模 整個中油 一兆 一兆 兩千八百四十七億 等於幾乎是一個中華政府總預算 要在這邊審完 我不曉得 不管是你拜託的 還是董事長去拜託的 真的 不要吃緊張 或許以前 那樣的慣例是不對 那也沒關係 大家講清楚啊 因為從以前 民進黨在這邊就是少數嘛 國民黨就是多數啊 你說你要把它調整回來 以後就從今天開始 都開始 每一年 年度 中華政府總預算 也要在今年審完 國民市也要在今年審完 也沒關係 大家共和情緒啊 但是不是像這樣的方式 突然 幫了一聲端出來 然後大家 絕對被壓縮了問政的空間 審查的這個空間 當然會有這樣的反彈 所以我要請問 部長 這個 不是你拜託趙偉的吧 我沒有 好 那 沒關係 就是如果大家要講清楚 或者透過黨團 或者是行政院這邊表達說 好 以後 每一年 就要 這個 畢也正名呼 102年的就要在101年審完 103年就要102年審完 不管是中華政府總預算 或者國營事業的預算 都是 不過高原 中油公司的預算那麼龐大 是因為它營業的額很大 所以它是它一兆多 這個跟中華政府總預算的一兆多 那個可能不能相提並論 那就是這麼大嘛 那不然我們要用什麼來看 要用它的 因為它的營業的量很大 所以它的 營業大 負債也高 那個 我們剛剛講到這個 中油近五年的那個負債總額 預算你們自己寫的齁 七千五百七十億 這麼高的負債比 那個 部長你自己也當過華航 當過中鋼的董事長 你覺得這樣 這麼高的負債比 有辦法負擔嗎 欸這個 我想可能 中油它自己有它的那個財務的一個調度啊 基本上中油的資產也是很龐大 所以它的財務本身還不會構成問題 什麼不會構成問題 你這樣 越來越高 就這五年耶 九十九年才三千九百億 到了 一百零三年就變成七百五十億 快要一倍了耶 將近一倍了耶 好 你說很多資產 結果也沒有去做什麼真的活化 本來吵了半天 說中油的新大樓 中油的那個營運大樓 可能要出賣 或者出力更新或什麼 結果 搞到現在 雷聲大有點小 我看連出租大概都沒幾個人租吧 它的資產活化其實也一直在做啦 一直在做這沒有做得很好 部長我跟你講 兩 一百零二年的時候 整個資產活化的預算 是 三億 三億七千九百萬 結果呢 到了一百零三年變成兩億七千萬 變得少耶 是更少耶 不是越來越多耶 我就比較這兩年 就去年跟今年比 中油的這個整個活化 屬地活化啦 什麼資產在做啦 什麼這些 資產活化的部分 是 越來越少 那你跟我說它變得比較好 高委員這個資產活化要看它的項目 它比如說一百零二年執行哪些項目 一百零三年執行哪些項目 我只隨手就舉個例子 就剛好你講的 你說它資產活化 會做好 會做得更好 結果沒有啊 更少啊 我主要問的 其實是通案 就大家關心的 對啦 一百零三年度 中油的職工福利金 編了7.3億 跟一百零二年一模一樣 那原因呢 還是在於 你們就是援引 職工福利金條例 就是用營收金額 到底這個營收金額 你看從民國32年到現在 真的不能改嗎 然後用營收金額 那中油自己是寡佔的事業啊 那這樣跟營工的技巧有什麼關係 這個部分真的不能改嗎 部長 你當作部長用你有沒有覺得說 這個有辦法改 職工福利金的編列 我的瞭解 它是有一個比例 在那個比例範圍之內 你可以改 最後營餘啊 你這樣才算 才算是真的 真的激勵啊 要不然你用營業額 那你又獨佔 其實 關於那麼多 對但是這個是有一個 有一個職工福利金的一個條例嘛 我們按照這個條例 我只是提醒你啦 如果這個東西繼續不改 不管你們是怎麼樣的心態 你未來就是 一直大家在這上面問題打轉 未來你做什麼改革 我們不知道 什麼資產活化什麼那個數據 或許你覺得是小事情 但是光是這條沒有改 光是職工員工繼續用 所謂的營收金額來做為 這個職工福利金 沒有人會相信你們的改革啦 這個這個請你們 你自己自己 當了部長以後 是不是自己注意一下 好 那我來問台水的部分 台水的部分 從93年 這10年以來 93年到101年 將近10年以來 每年都有編列 預算來關於這個 漏水率的改善計畫 結果漏水率 10年來 只降低了4.23% 好 部長你知道嗎 從23% 降到19% 這個 這個事情呢 我們在部裡一直在檢討 現在漏水率還有19% 16% 我們18.7% 那麼我們 我們現在 一定要把它降到15以下 但是漏水率的降低 這個涉及到一個 非常大範圍的一個 管線的一些更新的問題 我知道 行政院上個禮拜 你都不知道 行政院上個禮拜 才通過自在水公司的 降低漏水計畫 十年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計畫 但是清費多少錢 795億 將近800億 我們 下禮拜 後天 會不會要整的這個 這個 這個 劉易綜合 劉易綜合 我們也是喊 8年800億 那現在改成6年600億 結果 你現在是用 10年800億 要來降低漏水率 然後 也是 預計降低多少 5.3% 當然有符合 你剛才講說會降到15%以內 但是你看 等於每降低1%的漏水率 要花到150億 那到底是怎樣 你漏掉1%的錢 它的成本是多少 不能說 因為 因為這個 會不會啦 當然 這個水的 如果期許 一共要795億 就算800億 然後降低5.3% 估算它有一定的 可是 那我現在問你說 那到底 你漏掉1%的水 成本 我們不要說售價 成本是多少 我認為還是值得 為什麼呢 因為整個漏水 整個資源浪費 它是持續性的 它不是說你今天一次投資 我們把它改善 那事實上 改善最後的效果 它就是把整個漏水率逐年就沒有了 不是說你一次的支出 它這個一做了以後 就可以很長的時間 都可以把漏水率 可以把它降低了 好 最後再問漢翔的 我們根據媒體報導 經濟部打算要出售漢翔 的這個 不是出售 不是出售 它上市 對中文化 對中文化 那 有公開競標全民試股 員工試股 三種方式 對不對 預計釋出51% 然後2014年第二季開始 大概可以 依助國庫45億 這個沒有錯 好 那 我們也知道說 漢翔其實85年 成立到現在 已經有三度要推動民營化 那都是一個虧損 好 那這次如果是真的 那這個有沒有跟漢翔的工會討論過 有 這個 我的了解 漢翔公司跟工會 大概辦了將近100場的說明會 93場 93場說明會 那工會支持嗎 工會基本上 大部分都可以接受 我們的了解是這樣子 我們要問 可能大家沒有注意的問題 漢翔前身是國防部的空軍司令部航空工業發展中心 所以 漢翔公司擁有很多涉及國防安全的專利 如果推動民營化的話 這些重要專利 要不要先轉回國有 這個有沒有注意到 不過這個本身是公司的財產 這個公司將來還是 政府還是最大的股東 不是 股東你就有民股啦 所以這個是不是要做一些保全啊 或者有什麼 有沒有什麼國安的疑慮啊 人家總是買了51% 有關於 有關於國防機密的問題 所以你如果保證說 即便它民營化 當然 關於這些專業技術 當然 國安相關的 保證不會有洩漏的疑慮 當然 因為 公委應該很清楚 在國外很多做國防工業的公司都是民營公司 所以這一點呢 在政府跟這個所謂民營化的這個漢翔 一定會有一個很好的管理的機制 好 那 2014年開始展開 然後 這個 挹注45億 那 現在確定哪一種方式的沒有 就是公開競標 股票上市 就是用股票上市的方式 對 那員工呢 有要員工試股嗎 股票上市它有保留一定 一部分是給員工的 所以這個也是跟員工 跟公會討論過以後的 對 對 有19.2%是給那個員工 保留給員工 員工認股 員工認股 好 部長 我再回過頭來 我請你還是審慎的思考 你看剛剛 我才聽了幾個委員 不管是民進黨籍 不管是國民黨籍 包括趙偉 還是在問年中 國民事業年終獎金的問題 這個問題 一天沒有解決 所以不管你現在當部長 未來當任部長的 一樣都要面對 你這樣的原罪 加諸在這些國民事業員工上面 其實對他們不公平 為什麼不能做一些修改 你至少 至少 不要讓人家說 一點改革的 這種應 委員建議是 績效獎金怎麼改 這可以改稅後盈餘啊 或者說 總是有一些是跟績效有關的 事實上我沒 你用營收金額 而且它是一個民國32年就定的法律 是不是 對 員工福利金當然那個是 涉及到法律的修改的問題 我們再來檢討 對的 請你們做個研討好不好 好